剛剛是從這邊 這個工作表 我用Ctrl鍵 拖拉之後呢 再複製 Ctrl鍵按住會多一個加號 放開呢 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工作表 我是建議 你另外再複製一個 分開來 你不要放一起 不然你會搞不清楚 哪一個是哪一個 OK 那這邊的話 建立一個新的 名稱叫VBA 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的 我希望有個按鈕 按一下它 它會自動幫我把結果輸出 另外有個按鈕是清除 大概這麼簡單而已 那要怎麼樣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寫法 其實寫法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一種其實兩個 我這邊有寫兩種方法 一種是直接輸出 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到儲存格裡面 一種是輸出公式 那什麼叫輸出公式 這樣一樣嘛 清楚 這樣子 看得出兩者差異嗎 一樣嘛 可是實際上一不一樣喔 輸出公式 有不要放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是什麼 丟出公式 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另外一個是 輸出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裡面沒有公式 裡面只有結果 這兩種反正都是VBA啦 那只是說呢 這種輸出公式 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如果工作裡面剛好 你反正寫好公式 但是你又不想要重新再想說 VBA的程式怎麼寫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首先的話呢 這邊 我們怎麼樣撰寫這個 叫刮鬍自竄的 底線公式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 先切到VBA 這個我想慢慢你要習慣 那也許你打開來之後呢 它會是全畫面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縮小 為什麼要縮小 基本上可以移動 一邊移動呢 一邊看著你到底要怎麼寫下一步 因為程式 不是悶著一直打 而是你一邊看 一邊做下一個動作 OK 所以你是根據你實際上 工作的需求 而去撰寫你下一行程式 所以程式怎麼寫出來的 沒有 不是說我用猜的喔 我是一步一步的這樣子 按部就班來 所以第一個呢 我如果今天要撰寫什麼 刮鬍自竄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移除掉好了 移除 OK 重新再來過 怎麼寫 1 記得喔 如果你要撰寫VBA之前 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2的話呢 我如果要增加一個剛剛什麼 刮鬍自竄公式這個 那我接下來怎麼做呢 我就直接 在這個地方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呢 就是像剛剛這個地方 叫刮鬍自竄 假設我今天這個地方 直接插入一個叫 刮鬍自竄 底線 公式好了 那記得用sub sub對應的就是會是一個按鈕 如果function的話呢 是智力函數 OK所以剛剛我們 第二種還沒講 第二種是function 我們先用sub 按確定 那他會幫我產生什麼呢 一個sub 前面有public 不過這個public 有跟沒有 其實 目前是沒有差別 這個public 是你要不要跟 其他的專案共用 因為目前我們就有一個專案嘛 有沒有 VBA project 目前 自己 沒有影響 所以要不要共用 就像你那個 網方嘛 你共用嘛 如果你是有一台 那你跟誰共用 對不對 所以目前呢 這個有沒有沒差 然後sub後面會有個名稱 一定會有個小刮鬍 這個一定要有 你不能沒事 你說這個好像看起來沒用 把它delete 不過他很聰明 會自己幫你加上去 一定要有就對 然後and sub也不能沒有 如果你沒有and sub會怎麼樣 他目前沒有 但是你程式可不可以執行 他不能執行 編譯錯誤 必須是and sub 因為他不知道結束的地方在哪裡 OK 所以 這個地方都是必要的 那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我希望 丟公式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我必須重複 特別重要 丟不是一個一個丟 那如果說你要一個個丟的話 這個地方呢 需要有個回圈 那我前面講過 其實人 最不喜歡做的 重複事情 但是電腦最喜歡 而且電腦的專長 就是在處理 不斷的重複的事情 你叫他做1000萬次 他絕對沒有第二句話 而且會不會錯誤 完全不會錯誤 除非他當機 那是另當別論 電腦最喜歡做重複事 所以你應該要讓他 發揮他的所長 盡量寫一點事情 為難他 OK 盡量讓他做一些重複的事 不然你叫一個人 一直重複做 不要做1000萬次 做1000次 他就已經頭昏了 對不對 而且會不會錯 他會做錯啊 而且他開始 頭暈腦脹 眼睛開始 有沒有 然後 就容易有 Trouble 那電腦不會啦 OK 所以你要盡量利用電腦的長處 所以呢 機器人其實背後這才電腦 他電腦背後其實就是你已經寫好的程式 讓他 叫他去做 當他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去如何去反應 那背後當然有個資料庫啦 如果放雲端的話 配合大數據 隨時分析嘛 對不對 然後他會給你 你要的 答案 所以像現在很多 那個機器人可以當客服嗎 OK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 這個地方如果說要輸出資料的話 記得喔 就打個for回圈 這個固定的 for i 的話是一個變數 這個i的 這個變數名稱 不是固定的 你叫別的也可以啦 不過習慣上 列的話都用i 第幾列呢 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這邊的話 2 到 10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 意思就是說呢 下一個變數 2 3 一直到10 下一個下一個 做什麼呢 我要輸出資料 輸出什麼資料呢 到儲存格 所以這個sales 請各位一定要記一下 這個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到點 哪一欄 你就用 雙引號b 告訴他說呢 我輸出到b欄裡面喔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b 然後 然後串一個2 就是b2 出真格 b3 b4 一直到b10 輸出什麼東西呢 先給他兩個雙引號 現在 這樣的寫法是清除 丟空的給他是清除 但是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要輸出什麼 輸出公式的話 那我可以切到哪裡呢 切到那個前面的地方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怎麼樣 先複製一下 好特別說 複製之後 記得呢 要先按取消 如果你沒有按取消 因為之前很多同學 直接複製完之後 切過來之後呢 奇怪點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郵標在這個資料編輯裡面 請你按取消 取消之後呢 才能夠切過來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未來呢 在VBA裡面 要輸出公式到儲存格的話 請記得兩個規則 第一個規則呢 就是如果你的這個公式裡面本身 有雙引號的話 有雙引號 特別注意請你把它變兩個 有沒有這裡面不是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那你想說為什麼 就麻煩 那道理很簡單 因為呢 這個公式是裡面的 那VBA外面已經有雙引號了 它會分不清楚 到底是裡面的 還是外面的 所以呢 第一個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怎麼樣 把它變成兩個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可以先 我的習慣是另外再開一個記事本吧 把它貼上 然後呢 在記事本裡面加 不過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編輯 裡面有個什麼呢 取代 你可以把一個 取代成兩個 這樣就更不容易錯了 OK 因為有時候 像即便 我自己改啊 可是改一改還是錯 為什麼漏掉 只要漏掉一個 就不行 很麻煩 OK 寫程式真的是 一定要 非常 注意細節 因為 看起來真的沒什麼 但是你只要錯一個地方 他就是不能執行 所以要很細心 OK 而且要 心情要整個 不能心浮氣躁 而且呢 又也不能被干擾 不然你寫到哪裡啊 叫你一聲 剛剛我在做什麼 回頭來 就會忘記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實在是不容易 所以 怎麼辦 這也是用練修養的方法 還有呢 你可能要找一個空間 是你要獨立的 不能被干擾 不過好像越來越不容易了 因為可能外物很多的話 而且 家裡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那更不容易了 好 那把它取代 取代一次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變兩個 兩個 通通兩個 然後呢 把它 再把它 複製到 哪裡呢 這個雙引號後面 貼上就可以了 OK 第一步就完成了 如果 規則一 如果有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規則二的話呢 因為 我們的列號 裡面有沒有列號 有 後面只要有數字 二 因為你現在輸出可不可以 試一下 其實你現在呢 如果把它切到VBA這邊 然後再切到這邊 你如果要執行它不用按鈕 直接按一下上面這個執行 你會發現奇怪怎麼沒有反應 不是沒有反應是已經有反應但是 因為呢 我所有的 參考到的都是A2 有沒有發現 因為都沒有動 都是A2 所以我如果希望呢 這個A2的2 可以隨著什麼 我往下一個儲存格 變3 變4 變5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2 變成 一個變數 哪個變數 就是I 要把這個I怎麼樣 放到這個 2 的位置 但是特別重要 不是叫你直接放個I進來 因為呢 它一個完整的自串 中間要放的變數 不能直接放 必須怎麼樣 要串接 這個規則跟那個Excel裡面的資料編輯很像 怎麼做 做一次給大家看 先把這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先把它切開來 要怎麼切喔 雙引號雙引號 先放中間 再移到中間之後的話 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呢 AND前後呢 一定要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看得懂我在做什麼 你是在說外星語 沒有 其實 這個 這個 意思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一個自串 有點像一個蛋糕 OK 這個蛋糕呢 如果你中間要加一個什麼 假設 蛋糕裡面加一個什麼 櫻桃好了 現在好像加櫻桃 現在都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如果說你要加一個 草莓好了 OK 那你勢必怎麼樣 要把它先挖開嘛 然後中間的話呢 再把它放個東西 如果說你擔心它結合在 你可能要把它隔開啦 類似有這種概念啦 不過 就是 做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就是 把原來完整的一個自串 切開來 有沒有 所以這一串呢 一個頭一個尾 這一串是一個頭一個尾 那中間的話呢 一定要配合什麼呢 串接符號 才能夠跟這個變數 串在一起 OK應該慢慢可以看懂啦 為什麼 因為這規則啦 自串跟變數之間都要串在一起 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那未來會碰到很多 所以 大概講一下 那後面我再做一次喔 那後面不是還有這麼多二對不對 其實 一樣喔 如果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先把它記下好了 慢慢 你花一點時間再理解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再把它串接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 空白 那你想說 後面好像都一樣啊 其實喔 沒錯 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 頭跟尾怎麼樣 剛剛做的東西 複製一下 再在這個2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再把這個2 貼上 全部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來試一下喔 這樣OK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A2對不對 下來 變A3 下來 變A4 那為什麼會變動呢 其實喔 都是由 這個i 它幫我改變的 那復回圈呢 基本上都在做什麼 就是重複嘛 重複什麼呢 把裡面的那個i的數字 幫你再 往後加1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中間 所以它 初始值第一個是2 NAS之後 就變3 就變4 一次類推 這可能要細部喔 如果細節喔 假設這樣 如果說你要讓它跑慢一點喔 你可能不要按執行 我是建議你可以喔 記得一個F8 F8是什麼呢 就是 逐航跑 逐航跑之後的話呢 你把油標放在上面 它會告訴你i 現在是2對不對 那你按一下 執行 它會輸出一個結果 NAS 你會發現喔 i會一直 變3 然後你會發現4 有沒有 它會一個一個幫你輸出啦 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細節 OK應該可以看懂 這個道理喔 然後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我們還需要一個按鈕要清除 那怎麼把這個清除喔 你可以把現在寫好這一段程式喔 不需要重寫 直接把這一段喔 直接 Ctrl鍵按住 拖拉下來 或者 複製貼上 也可以啦 其實我是把它 這一段 複製貼上 這邊改個什麼呢 改個清除 5 然後後面這個有沒有 等號後面喔 就是把它怎麼樣 把它改成雙引號就可以 Dist掉 5個雙引號 OK 然後把它清除之行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話 就會把公式丟進來 並且幫我清除掉 OK 那它的邏輯基本上 你們可能要搞懂 一 如果你希望讓那個 VBA 去重複做什麼事的話 主要是由這個來決定 一定是 結構一定是Fornets 第二個的話呢 公式怎麼丟過來 它會幫你串完之後 丟到前面喔 所以這個等號 意思就是說 把後面的結果 串接完之後 丟到前面 那前面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是一個儲存格 的位置 所以它把後面東西 丟到前面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OK一直在推 應該可以看懂 可是 沒幾行 我發現這還是要需要消化一下 有些同學可能還 剛開始接觸的話會覺得很奇妙 但是 慢慢你會發現這都固定邏輯 好所以兩段程式 基本上呢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在雲端上 上面有一些相關敘述 然後 清除 跟 這一段喔 如果你剛剛那個 假設不OK的話 你可以 Ctrl C 然後呢 再把它 Ctrl V 貼到 就是這兩段 這兩段 其實就是這兩段 OK 畫面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 可是你的I是說 可以換成任何形式 也可以叫A 也可以叫B 對對對 那個是 A A